最近有一个从墨西哥边境偷渡美国的大姐 穿着绿衣服带着一块很鲜艳的头巾 然后我也是偶然的从一个telegram上面有人传这个信息 然后看到以后就觉得还挺逗的 但是一看那个大姐的谈吐就一定是个狠角色 什么意思呢 就那个记者问她是怎么过来的 她一句很干脆的光明正大走过来的 气场很足 同时你看她穿了衣服 说明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在从走线的过程中间 她穿了一种绿色的荧光色的衣服 就是如果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人家会第一时间看到你 对于她这样上了年纪的单行者来说 她因为她是一个人走线 那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决策 所以的话我一看这个大姐就觉得不是个 不是个柔弱的女子 那昨天的话呢我就在打开YouTube的时候呢 就看到财经灵眼这个频道呢 她发了一个社区 她说走线的这个大妈原来是个画家 然后一仔细看 她是湖北沙士人 湖北荆州下手区下手区的一个叫沙士 那刚才呢 就就她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我直接念出来 刚才沙士认识这位走线的猪女士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告知了她的具体情况 说她已经60多岁了 听到没有 很角色 但是 是文化馆的画家 画意精湛 但性情刚烈 那她就举了一个例子 前几年与一个有货台的邻居发生争执 那个男邻居打上门来 他抄起扫帚 逐扫帚 逐的扫把 对打 致使对方视网膜脱落被囚半年 就是那个男的呢 视网膜脱要脱落 然后他呢 被关了半年 罚了十多万 并且呢 开除工作级 停发退休工资 他的儿子曾经留学德国 现在在国内工作 他这是 他这次呢 是出国旅游到第三国 然后走线进入美国 那这些里面的信息呢 就就有一定的信息量了 首先呢 他的儿子曾经留学德国 也就是说他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他也有第三国的签证 我想他也有过发达国家的旅游经历 但是他没有拿美国的签证入美国 我认为他就是觉醒的还是有点迟的 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地方 你待不下去了 你应该早早就做准备 做策划 然后慢慢的刷各种签证 然后至少你应该保留美国时间签 对吧 那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通过这种走线来的 说实话 特别是像这种六十多岁的 单独一个人的这种女人呢 确实首先他要有一定的认知 第二个呢 他要有这个勇气 六十多岁了的话呢 你说他性情刚烈 他这里面举了个例子说 他把人家打上门来的男邻居呢 用扫把打到自网膜脱落 那我就跟你说 这一点也不叫性情刚烈好不好 你的家风可敬 雨可敬 国王不可敬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家打上来了 在美国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一枪把他毙了 然后你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 因为这样的判例已经发生过 很多起了 也就是说他只是属于正当防卫 然后在中国他能被关半年 然后呢 罚十多万 开除工作级 取消养老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我就觉得 他可能是被生活锤打过一过 才醒过来吧 但好歹还醒过来了 在六十多岁还能搞个偷渡 来到美国 对这种情况的话 我并不是一个鼓吹说 鼓励大家去走线的人 因为我看到一些资料 就说 坑过那条墨西哥和美国边界交界的河 他们管它叫勇敢的河 那就是勇敢的人 才敢留过这条河 那么为什么叫勇敢的河呢 因为这条河呢 一个呢 它里面有暗流 你有可能被暗流给裹挟 到那个漩涡里面 你就会掉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像这种热带地方的这种河流里面 一般是有鳄鱼的 所以你有可能 一个是暗流 第二个是鳄鱼 所以你就面临着伤存危险 那这位大姐的话呢 她非常勇敢的游过了这条河 我认为 就就是你等一下 我会把那个视频放到下面 我不会把它截 不会把它录屏过来 我会把它直接放到下面 让她去看那个大姐 怎么样渡过来的这条河 因为美国之音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报道 那所以呢 这位大姐就迅速火了 然后就有人去挖她了 这些背景嘛 就挖出来了 所以呢 你就看她的言谈举止 基本上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狠角色 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妈 普通的大妈 没有那么多的那个 她需要眼界 知道吗 需要眼界 然后呢 你要有智慧 你怎么样去对待 一路上的这些风险 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总之呢 做这一期节目的目的呢 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偷渡 因为这种风险呢 真的不是说 你不能鼓励人家 去冒这种生命的危险 对吧 虽然说我们生存的环境 已经变得极其恶劣了 但是您可以找别的办法 我认为这位大姐 她本来是有很多办法的 但是 她醒悟的太迟了 因为在美国签证这一块的话 像她这种情况 是很容易签的 十年前 已经过期了 也有可能 总之呢 这是勇敢者的游戏吧 一般人呢 我认为这位大姐 她义无反顾的 跳入格南德河 游到美国的边境呢 首先我认为 她是追寻自由来的 因为她是艺术家 艺术家有时候 她有一种纯粹和 执执 就是 或者 还是心存美好的 会比一般的那种大妈呢 会不太一样 我所认识的 很多大妈就到了这个年龄 韩英 愣孙 基本上完全没有追求了 好不好 大部分都是这样 就是 她也不太会去接触外面的信息了吧 我认识的一些在美国的大妈 大叔到了这个年龄 他们也不太会去接触 接触一些外面的很多的信息了 然后呢 还是听留在微信朋友圈 和什么抖音啊 之类的 扫风术之类的 这种圈圈里面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大妈呢 她是为了追逐自由 和民主而来的 跟别的走线的人 她可能不太一样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为了赚钱来的 为了逃进来的 她的很多的思想还没到一个高度 但是我认为这位画家的大妈呢 是已经到了一个思想的高度 和认知的高度 所以呢 她选择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用这个盘子呢 来祝福这位大妈 这个盘子呢 是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Present 就是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是周六晚报的 一个礼品盘 是我说的一个小古董吧 然后呢 她的那个Made in USA 看是什么时候 1974年 她这上面有一句话 叫Reading of the Liberty Bell 就是敲响自由的终身 那我就用这个勉励这位大姐 终于来到自由的美丽间 那么我们为她敲响自由的终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